中國大媽不買金 越跌越牛底 兩個月前金價跌 這次又是金價跌 但是看一下排列得這麼整齊的廚倉 這位在門口等都等不到客戶的銷售 還有這麼有跌的店鋪面 很明顯大家對搶金熱情不在 送搶金的中國大媽都沒了影 為什麼 我覺得它會在下 它會在下 對 都有上次沒有出動搶金 現在趁便宜買來送禮的遊客 現在的價格相對於之前也不錯 大概1300元也不算很貴 現在勉強可以接受 當然對我們買家來說 當然越低越好 聯儲局說要收水 美元走強 早就金價一再下跌 昨天一度跌至每盎司1269美金的水平 比4月底更低 但是反而金普人流一般 不少人都說 因為擔心金價會再跌 不敢入貨 有分析指 金價有機會下市1200美金一盎司的水平 真的的話 不知道到時 中國大媽會不會重出江湖 再現4月底搶金的威風呢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